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不只要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我们也应该掌握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 你好,我是民族行动党火箭报中文周辩蓝总罗,你能在收听六年台,六年fm.com。 整个的一个国家,俄罗斯也是整个的一个国家,那么按照如果按照俄罗斯的这一个方式去做的话,是不是以后我们会担忧任何一个大国都有可能像俄罗斯一样随意的侵入另外的一个国家,把另外的一个国家搞乱,搞乱之后呢,再把另外的一个国家几个部分分离出来。 就是某些大国的担心,不知道是小国担心不担心。 我最好奇说,他们是认为说这样子的大国的势力,它要如何能够,当然还有一些它本身的一些历史渊源,那当地的民众本身对俄罗斯也有一些情谊解锁在,所以它才会能够让亲俄罗斯的势力崛起。 不然的话呢,如果本身一个国家,你当地的人民对于国家本来就一定的像性力跟归属感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分离作用,或者是要里面把它搞乱的这个程度或者机会,是不是就没有这么高呢? 搞乱的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马来西亚人打个比方,或者是,如果说你今天要把马来西亚给分离出来,除非这个当地的民众对于国家本身的像性力不足,他对另外一个国家像性力比较足的话,比如说,像这些地区刚才说的,他们本身可能在历史渊源上跟俄罗斯有一些的关系的, 或者是当地的有一些人民本来之前都是这个俄罗斯的后裔等等,所以他们本身对俄罗斯已经有一定的情义解锁在,所以只要你再经过一些煽动啊,或者经过一些,你刚才说的搞乱啊,就比较容易就把他们的这个心啊,可以把它掳回来,掳多回来。 但是如果本身在一些国家,他们本身对于,比如说马来西亚,好,除非打个比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沙老月,或者在沙巴,里面有一些人士呢,可能根据过去的历史来说,他们本身一开始并不是属于马来亚的嘛,后来成立马来西亚之后,他才在特殊的一些,还有一个什么20个条文啊,条件之下,才跟成立了马来西亚,所以他们里边内部呢,可能还有一些些的脱离马来西亚的声音,但是还不成气候, 当然也可能是在努力的压制着,但是如果说你回到马来西亚其他的这个,呃,呃,西海岸的民众啊,像比如说这个,呃,呃,沙阿,这个雪兰俄州,不会说,啊,我这个雪兰俄州,我们要独立出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整个归属感就是在马来西亚了。 嗯,所以如果说在,在俄罗斯那边,可能这几个地区本身,他们就已经是亲俄罗斯了,然后就是随着时间,随着一些俄罗斯的势力等等呢,就让他们就越来越想,呃,跟随俄罗斯,呃,比如说像是克里米亚啊,等等的,都会很想归于,归于在俄罗斯,或者是,这几个在乌东的部分想要分离出来, 因为他们本身的,对于亲俄,再加上国内的整个乌克兰的趋势,又是亲欧美的,我不喜欢欧美,我不想亲欧美,所以我就要把自己的分割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应该是乌克兰内部的问题,啊,不是外国参与的问题,呃,最主要是国家内部的分裂,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美国也就不用担心了,你担心什么呢? 本身乌克兰它内部它就有一些分裂吗?本身一部分是亲俄罗斯的,另外一部分是亲西欧的,亲欧洲的,那么你还担心某些大国能够侵占了一个小国吗?这也是多此一举的一个想法了。 但是不,不,不,也不为过,哈,有这样子的一些担忧,因为呢,他也会担心说,呃,这样子的一个传染病会引起一些,像我刚才说,本来心里面就有一些,这样子的想法,或者蠢蠢欲动的一种,呃,心情把它给,可能浮上台面了。 啊,而且呢,就比如说有些地方会变得他们想争取自己的一个,呃,对于国家的主导权,啊,或者是争取一个地方,地方的主导权,不是国家啊,一个地方的主导权,而不理会成个国家的主导权,而或者领土的完整性,当然背后也需要一个很大的势力在撑腰,比如说像俄罗斯,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在背后撑腰,所以这几个分离出来的国家,呃,不是国家,对不起,分离出来的地方呢,他们才能够,呃,就这么大的胆子去做这些事情。 嗯,另外的一方面,这个事情,啊,它无论,呃,在乌克兰内部,它有怎样的分化,或怎样的不和,但是,它是受到了大国的一个注意,而且这个大国是担心另外的一个大国,就是美国担心俄罗斯,同时呢,通过,通过这个乌克兰的事件,它不仅仅担心俄罗斯,它同时也担心中国,这是美国的另外的一个含义,啊,醉风之一,不在乎山水之间也, 哎,我醉风之一,不在俄罗斯,在乎的是中国,那我们就看我们的南中国海这个地区,那中国海这个地区呢,周边有很多的东盟国家,啊,你包括泰国,柬埔寨,啊,辽国,还有,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等等的地方,菲律宾,啊,等等的地方,这些国家, 如果说即将以后中国逐渐的在崛起,崛起之后,呃,那么中国接下来的,呃,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对于南中国海的这些国家,是不是也让南中国海周围的这些东盟的国家,感觉到一种担忧呢, 是不是有一天中国应该也像俄罗斯一样这样子肆无忌惮的冲入一个国家内,把一些地区占为自己的所有的, 这个冲入其他国家有没有包含其他,呃,包括像是中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为大家跟中国的关系是挺好的了,呃,呃,就是俄罗斯当整个欧美要,呃,呃,就是叫什么制衡,或者是在裁制俄罗斯的时候呢, 俄罗斯就转上他的好友也就是中国了,但是,但是这样子的大国小国呢,呃,有的时候小国确实是没有办法去牵涉在这些大国里面的是吧,那种小国就只,只能任由这些大国想干嘛就干嘛,想要,呃,侵害你的领土权,或者是侵害,不顾你国家的领土完全,完整性,都,都只能这样子眼巴巴的看着被拿走吗,像是乌克兰,是不是看着这个眼巴巴的克里米亚就分离出去了,然后还有顿涅子克啊,这样子眼巴巴的, 他也做不了什么事,只能说,哎呀,我们不赞成你们做这个委选举啊,等等的,但是,他们实际上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所以啊,现在美国担忧了嘛,如果是再倒回十年的话,倒回十五年的话,倒回二十年的话,现在美国的实力,我相信任何的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都不能和美国媲美的,所以在乌克兰世界上,它不可能发生在过去,它只能发生在现在,过去的时候美国是很强大的, 如果俄罗斯敢这样子的和美国对抗的话,那么美国会有很大的姿态,和很大的经济势力,和很大的经济,或者是政治文化势力,会把俄罗斯给压倒了,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俄罗斯慢慢慢慢在成长,中国也在慢慢慢慢成长,反而感觉美国慢慢慢慢在消去,在这样的一个平衡势均力的情况下,俄罗斯想干什么,美国似乎也没有办法去制止它, 是,尤其是当,如果只是俄罗斯跟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办法,但是当俄罗斯跟中国联手的时候呢,看起来呢,美国似乎真的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啊, 那如果说中国它也会,刚才盐盐你就提到了,会不会美国对中国也有一些担忧,就是中国可能会不会也会像, 采取一些像是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可能在我们东,在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它会不会,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跟整个我们东南亚有一些领土上面是有一些连接起来的, 那会不会啊,也会因此呢,作为一些小动作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像南海有一些小岛啊, 他们也开始建一些,在越南那边就建一个怎么转油台等等的,这样子,就无形中的想要慢慢慢慢吞噬一些岛屿啊, 那这样子的做法呢,是不是也是迈向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步伐呢,那当然这个暂时因为南海还有很多争端, 也不知道是,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共识,这些地方到底属于谁, 但是会不会呢,之后啊,中国想要扩展它的势力,慢慢的将它的手呢,伸到它靠近的国家, 包括你看说,像缅甸,越南啊,这些都在跟中国的边界上面呢, 所以呢,就是有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呢? 好,现在我们的现场有我们的联系嘉宾,他是蓝中华先生,是战略与国防研究员, 中华早晨好,早晨好,好,今天我们谈的是乌克兰的危机啊, 乌克兰的危机对我们小国生存有怎样的影响, 呃,之前我们也知道就是俄罗斯这样子对乌克兰这样子的去做, 呃,直接就,呃,进入乌克兰的内部,捣乱它的内部, 然后并且分裂出两个国家来,呃,所以这会让其他的大国感觉到一种担忧, 或其他的小国也感觉到一种担忧,是不是大国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 进入另外的一个国家进行这样子的事情? 呃,首先其实是那个要解释一下啦, 乌克兰它不是一个小国, 嗯,他只能说是一个弱国, 啊,他自己本身它有个很强大的, 曾经他有个很强大的一个工业技术, 或者是他有自己本身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资源, 只不过他在这个苏联解体过后, 他自己本身那种的经济无法加, 没有歧视,然后啊,在自己本身那种的种族, 还有民族的团结方面也依赖也糟糕, 然后才有导致今天的第一步就是说是被那种的, 啊,无论是美国,或者是什么是那个俄罗斯可以利用得到, 然后来把那个,呃,这个国家来,这个玩弄, 嗯,在这方面是马来西亚反, 比起那个乌克兰来说是,就真的是一个小国啦, 因为马来西亚无论是在那种工业的潜移, 或是在那种的天然资源方面, 还是比那个乌克兰差许多许多, 嗯,只不过就是这个乌克兰它, 如果照那个啊,定义来说, 它应该属于一个中等, 或者是一个中等强, 它应该是可以参加一个中等强国, 嗯,只不过它面对的是一个对手是那个啊, 曾经是一个死地强国的那个, 曾经是属于属于那种事情, 我一直想过,所以才非常的无奈, 嗯,在这方面的时候, 嗯,那个国家, 它基本上的民主的团结, 还有在那个政策方面的使然, 都是需要的很强大, 然后稳定, 这这方面那个乌克兰的一直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基础, 所以才面对这个啊, 那种的很从中的危机, 嗯,那你认为这种担忧是不是多虑了, 就对乌克兰的这种危机的担忧, 呃,对于我们小国生存的话, 是不是多疑虑了, 因为几点你看哈, 呃,在这方面啊, 美国它也有可能多多少少也在担忧着说, 如果说类似俄, 俄罗斯这种做法的其他的国家, 你包括在南中国海这个区域上, 那么中国也越来越强大, 是不是中国有一天也像俄罗斯这样, 呃, 来对付其他的这个东盟使用的这些小国呢? 呃, 在这方面, 每一个国家所面对的外来的威胁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要看那种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 在这个乌克兰方面, 他面对这个地缘政治啦, 就是说的是, 他的对手是俄罗斯, 而在马来西亚, 在这个处理这个东南亚, 所面对的对手啊, 不会是俄罗斯, 面对的对手可能是, 不单只是中国, 也可能来自东盟, 日本真的, 苹果这种挑战, 比如说是越南, 甚至是以前我们的, 面对来自的印尼的挑战, 甚至是来自一些美国, 他们在日本, 在一些方面, 甚至在这个区域, 他们一些战略的算盘, 这都是哪些, 必须面对一个不同的状况, 而这个中国, 相比起来的这个俄罗斯方面, 他没有在这个领土方面, 有扩张的那种的威胁, 就是说是, 俄罗斯他向来都有, 对那种领土有扩张的欲望跟野心, 相反的, 来这个中国, 他这些方面是没有这样的野心, 但是这个, 你怎么确定他没有这方面的野心呢? 在过去这个历史来证明, 而且是在过去那个, 不单止这个历史的证明, 中国与俄罗斯在解决领土的争议的时候,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解决领土的争议, 中国和缅甸解决领土的争议, 中国和那个, 那个吉尔吉斯坦那么解决领土的争议的时候, 都出现一些, 让人家非常的惊讶的状况, 就是说是中国出现了这个, 把领土让出去那种的状况,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在俄罗斯和外国进行, 和领土进行谈判的时候, 通常是不会有发生, 把我的领土让出去的, 但是中国出现了, 我把我的领土部分让出去, 然后来换取那个永久的和平, 那这个时间是不是在过去呢? 没有, 刚刚发生来了, 这个比如说那个中国跟基尔吉斯坦谈的那种的领土的谈判, 他就把过去他一直分成所拥有的领土, 都已经是收回了, 然后就是拿了一些象征性的一些土地, 那么就和那个国家地铁的那个领土争议那种的协议, 解决那种法案, 然后是达到永久的和平, 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克制, 就是说的是中国它有这样一个克制, 而俄罗斯不是的, 俄罗斯一个相反的俄罗斯, 任普丁总统已经说过一句话的, 成土地对俄罗斯来说都不是多余的, 它只会想要更加多的土地, 而不会想要更加少的土地, 所以这个扩张那种主义, 就是说是Espensionalism, 就是这个俄罗斯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但是这个中国反而就没有这个严重, 中国它的问题是在于, 它对那种天然磁联的缩取, 那种需求是比俄罗斯更加的多和强大, 特别是在那种石油和天然气方面, 所以这个马来下面对那种的地缘, 正是我们的计算不一样, 俄罗斯它可以自公自主在天然资源方面, 但是中国不能, 所以中国它很想要得到, 在南中国海方面的一级合体, 之前还想就是问为什么, 如果是通过历史的证明, 中国没有侵占其他国家的一个历史的证据, 或者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去做, 但是能不能代表它将来如果真的强大之后,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意图? 当然, 未来的是美国人都很难说, 因为中国,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算是以前的清朝, 也不是以前的明朝了, 以前的明朝跟以前的清朝, 他们有一个特质啦, 在当时的那种的那种封建时代的时候, 那个他们自称为自己一个天朝, 然后的是他们觉得是我作为一个, 应该是这个地球上的中心国家啦, 我即使我牺牲掉一些领土给你们, 也无所谓, 所以当时是那个清朝的时候啊, 他们面对那种帝国主义, 他们的侵略的时候啊, 他们被拨那种线索不平等条约, 把那个领土割出去, 给俄罗斯, 给日本, 然后给英国, 当时那个清朝, 反而是没有很大的那个顾虑, 反而是, 比如说那个鸦片战争过后, 他就把那个香港都割出去了, 然后当时, 然后这个那个, 那个, 那个, 把那个台湾也割出去了, 当时那个, 对那个清朝来说, 把领土割出去, 可以保持下去, 本身那个政权, 对他们来说, 不是一个很痛的问题, 但是对那种爱国主义者, 他们就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都是过去的啦, 而今天中国, 我觉得啦,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清朝, 还是明朝, 但是的是, 他会不会吸收了西方国家那种的, 对于那种领土的野心, 对于那种扩张主义那种的财纳, 我是觉得, 是有点不会完全采纳西方的那一套啦, 但是他也不会再采取以前的清朝和明朝那种那一套啦, 只不过是这个中国这本身, 对于这个, 对于中国他历史本身, 他有一点比较跟那种西方强国有点不一样, 西方强国他向来都是个侵略者, 他不曾受到那个帝国主义那种的侵略, 所以的是这个中国这本身, 对那种的侵略主义是非常的痛恨, 也不大也不喜的那种的说法,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是, 己所不语, 勿施于论, 所以这是中国一直来排斥, 另一样的结盟政治, 就是和其他国家来进行结盟, 而西方国家今天都是全部以结盟为主的, 所以未来会怎样发展, 当然也要看这个中国的领导人, 他对于这个现在这样的国际关系, 这样的主义的认知, 还有对那种西方他们自己向来的那种主义的财纳有多数, 不过是中国这个南中国海, 它有那个很强大的天然资源的要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中国的这个南中国海, 它有很强大的那个议员政治的要求, 怎么说呢? 中国已经把这个南中国海当成是它的那个内护, 把这个南中国当成是这个它的贺制潜水艇, 导弹杀似基地, 所以当时就, 所以你看中国它的目标也许不是土地, 目标是资源, 如果是资源的话, 它将会在南中国海, 即将会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之前我们也知道, 中国跟越南有些在岛礁上, 岛屿上, 还有钻油井上, 这些位置上有一些争议嘛, 跟菲律宾的这些岛屿也有一些争议, 其实跟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些争议的, 但似乎是越南和菲律宾比较强烈一点, 你对中国的反应怎么看呢? 中国跟那个越南它的历史, 这个是要从那个大环境来看的, 中国和越南基本上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的长久了, 它已经连绵地超过了一千年的历史, 中国和越南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 向来都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了, 在那个越南的角度来看, 就是中国永远都是一个侵略者, 因为毕竟这个越南曾经被这个中国统治过, 也成为这个中国的叛属国, 所以那个中国在韦人上基本上的 这个叛属国的一些朝廷那种的官员去越南的时候, 被那越南当成是一个侵略者的官员, 所以在越南你看到一些地方有纪念着很多以前那种的民族英雄, 都是以对抗这个中国朝廷的官员, 那种的雕像啊, 历史背景, 所以在中国和处理在越南那种领土争议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当, 那个越南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 所以那越南还把那中国永远达成这个侵略者, 比如说会发生这样的1979年那种的战争, 1984年的战争, 然后1988年的战争, 这个这几个都是一个具体的反应, 但是在来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 如果说本身内部越南的反应是这么激烈, 那如果中国一意孤行的话, 那是不是其实越南也抵挡不了呢? 这个从那个美国这个经验,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一个东西就是, 你这个作为一个强国, 你可以把一个弱国他的军子, 把它击溃, 可以把它击败, 但是你要统治一个地方的时候, 以今天的状况来说, 非常的困难, 因为你面对无稀无止那种的游击战, 你面对无稀无止的当地人民的不合作, 或许说不要说那个政权, 但是资源上面就把这些资源都占为己有, 或者到他们靠近的海域啊, 或者是转油台啊等等, 这些他们是一意孤行的, 依然进行他们的计划呢?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个中国把他就把一样转油台, 带去那个南海的时候啦, 而越南他的反应也是跟以往的一模一样, 这次整个事是发生在海上, 发生海上的时候, 越南那些派了那些渔船, 就派了那些本身那种的政府公务船, 去骚扰中国那种的那个钻油台, 还有中国那种自发船, 他们两个船, 两国的船只在海上发生激烈的那种对撞, 然后发生激烈的对抗, 对折, 而这方面的时候, 对那个中国渔船不是一个好战, 因为如果你要开采一个地方的石油, 你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开采石油的行业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工业, 任何的安全问题都会发生到那种的严重的灾难, 所以他当这个运船做出这种激烈的反应的时候, 他觉得中国也受到了一些那种的很强烈的信息, 我虽然在这个军事上无法跟你们这个中国搞对抗, 但这个是我可以可能搞一些突袭, 可以搞一些突袭, 而不会让你很顺利的得到当地的天然志愿, 而这个是中国面对这个运船的状态, 但是中国面对马来西亚状态是另外一回事情, 马来西亚其实占据了这个所要是五个岛或者脚之外, 马来西亚就没有对其他的领土有很大的要求, 我也非常的那个一个现实的问题是, 马来西亚比中国优先占领了这几个岛脚, 所以马来西亚就老老地控制了, 而中国就无可奈何。 你刚才说到这个越南的问题, 我们刚才也说中国它不是一个侵略国吗, 为什么当时要侵略越南呢? 在那一个年份。 就是你刚才说当时因为越南民众情绪上, 就对中国的这种就有抵制, 因为曾经中国有过对他们的侵略还是战友, 还是他们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地方, 还是什么? 这个需要从几个历史的阶段来说, 在那个清朝之前的时候, 这个越南向来都是那个中国的盘属国, 所以中国对待越南的态度就是说, 这是一个南蛮, 南方的野蛮人的, 他们叫南蛮的人, 一个领地来的, 所以我们会不时我们就册封这个当地的国王, 然后来统治这个土地, 他也会把那个官员派去那边, 如果这个当地有出现那种叛乱, 或者是那种的武装那种斗争的时候, 革命的时候, 他就会出动他们朝廷的军队过来平盘, 所以当时那个他们中国朝廷的那种的平盘那种的行动, 对被越南视作为那种的侵略那种行为, 这是在清朝之前, 在清朝过后的时候, 这个民国的建立, 这个越南被那个法国统治过后, 这个关系就开始已经变化了, 不在于以前那种的叛书国这种态度, 只不过是这个越南那种奥辞的那种, 我是一个受害者, 那种的经态还是无法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当时胡志明, 在那个1944年代的时候, 他把那个北越, 全部独立的时候可以拿下来的时候, 这个胡志明, 他第一个做法就是, 把那个汉文, 就是汉字, 全部从这个越南麻出了, 虽然这个胡志明他会说中文, 也会汉字, 也会说中文汉语, 但是就是他这本身, 胡志明把这个汉文, 从这个整个越南土地上, 麻掉到完,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今天这个越南, 完全的拥抱拉丁文那种的状态, 而这个过后的时候, 这个中国就权力地支援这个胡志明和这个北越的共产党政府, 权力对抗那个法国志明地政府,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美国那个他们那种的军队, 虽然中国有权力支持那个越南, 但这个是越南对中国的激情从来没有放下来, 当这个越南把那个法国和那个美国击退后, 他们就觉得是不再需要中国了, 这个国家了, 所以我们就全力地拥抱那个前苏联, 如果说就是越南, 我们刚才刚才也了解到它与中国的这个纠结和历史, 我们又如果看另外的一个国家, 就是菲律宾这个国家, 它有写的一个争夺和中国具有争议性的这个岛屿, 现在菲律宾的态度也是很强烈, 那么中国这个方面的态度, 就像菲律宾的官方政府所说的忽冷忽热, 意识对菲律宾很热, 又意识对菲律宾很冷, 不知道它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那么你怎样去解脱呢? 菲律宾这个国家就比较复杂一点, 它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的穷, 它真正没有香港的空军, 也没有香港的海军, 但是为什么它在这个南沙群当中的争议上和中国的对方是非常激烈,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它这本身国内的争议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它肯定需要一些外来的一些那种的距离, 你自己国内的一些那种的焦点, 第二个是菲律宾它是美国的前自民地, 没办法, 所以它很多方面它需要寻求前自民地中祖国的援助, 而这个自民地中祖国那个美国, 它对那个菲律宾要求是不一样的, 它对那个菲律宾要求是, 我希望你可以成为我在这个东南亚的其中一个, 这个Sheriff就是一个警长, 把我管这个东南亚, 那这个菲律宾基本上是, 它也乐意充当那样的角色, 虽然是, 反正那个美, 它又菲律宾把这个苏比特王就出租了给那个美国, 然后也把开放这本身的群职基地给那个美国, 今天它重新再恢复了这个一个状态, 就是说的是, 如果我这个国家搞不定的话, 就是说是有出现问题, 我不用紧的, 我可以去尝试寻求回这个秦聪祖国的那个协助和那个援助, 同样的, 在面对这个领土争议的时候, 那个菲律宾对他们的天然气, 还有石油是非常有强大那种野心的,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这方面那种的野心, 包括马来西亚, 中国, 元兰都好, 都是对这方面那种的天然资源是非常强大一些, 但是它知道日本在无法, 凭借于实力无法从其他国家里面抢回来, 所以它只能重新依靠回来这些残民地的种族国, 就是美国它的援助, 而且这方面那时候, 它可能得到一些错误的信息, 错误的信息说是, 只要我得到美国的支持, 我就可以和中国搞强硬的对抗。 你为什么认为它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因为那个美国可能在有事里在跟他讲, 这个我跟那个菲律宾有签署了那个互相军事援助那种的协议, 就是说是如果这个菲律宾被其他国家攻击的话, 美国会提供一个援助, 而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当你得到那种安全承诺的时候, 通常你就会心里就踏实, 躲着是你可能就有在那种的领土争夺方面的野心, 可能会比较更加的那种的强大。 所以这个情况就可能就发生了, 所以可能就我们就看到那个菲律宾对抗中国的时候, 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甚至是守在那个越南的前面, 但是这个菲律宾日本现在国家的实力, 整个是比这个越南差许多许多的。 那你认为现在菲律宾所采取的对外的政策, 对美国的政策和对中国的政策, 是一个长久之道吗? 我觉得当然是这个依靠外来的援助, 来帮自己这种的领土来使用外力来巩固日本人对领土的争夺。 我相信在国际关系上, IR这种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我们的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方案来的, 对外国外力, 它基本上都有一种战略算盘, 我又有基本上的负担, 我分分钟被抽搐, 或者是放弃了我对日本人那种军事的承诺。 这个东西我是不需要和你交代的, 我只需要和我国家人民交代而已。 所以美国暂时还没有想要放弃对菲律宾的安全交代, 但这个是, 因为他说是十年后他还继续这个承诺, 这十年后还继续这个承诺, 如果十年后他不能让美国放弃那种承诺, 而菲律宾还继续跟中国产权就一样那种的, 对抗这样的状态的话, 对这个国家不会有一个很好的那种的未来, 其实每个, 我们也知道说美国本身是一个强国, 所以当菲律宾有了美国的背后的承诺, 确实力度也变得比较大了。 那如果说马来西亚, 那看回马来西亚, 其实之前有一个叫做那个PTS的, 美国亚太安全防务网系统, 那之前呢, 马来西亚在2010年的国会, 其实拒绝加入了这个PTS的建议, 但是在今年这4月里面, 马来西亚却已经加入了这个美国亚太安全防务网的系统,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其实这个方面是说, 美国一直想要把那个马来西亚, 一些东南亚国家全部拉进去, 在这个这个大分流的算盘里面,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PTS之前, 美国又提出一个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那种千件计划, 所谓的千件计划就是, 美国它知道是国力的衰退, 它知道基本上无法再组织一个很强大的海上力量来, 或者可能一些俄罗斯, 或者是一个中国基本上在海上力量的决体,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不如我继合这个所有蒙古的海上资源, 总是一个一千收三千佬的机构, 来对抗任何潜在的威胁, 美国基本上现在才有200多收的三千, 所以那个如果我可以继合到马来西亚, 菲律庭,越南,日本, 台国,台湾,韩国, 还有澳洲, 所有那种的友好国, 我就让它盟国人的海军的战舰, 这样我就可以把最小技术 提起来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这样如果我可以对抗未来那种潜在的威胁, 比如说中国,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方案罢了, 当时是马来西亚拒绝了, 当时我就说只是在那个2009, 2008, 马来西亚的海军司令, 那个Ramran, 他曾经去美国, 去领订这个美国, 会把这个潜舰计划, 它的那个, 它的内容, 但是过后马来西亚的态度, 就是说是我不会想参加这个美国, 所谓的潜舰计划, 来其中去唯独一个, 所谓的美国认为的那种假想定, 但是这一切是马来西亚加入了这个美国这个集合, 我觉得是了, 可能它透露了一些讯息, 我可能没有加入它实质性那种的, 那种的战略, 那种的军事, 那种行动的算盘, 但是可能在那种软体方面, 在那种软件方面, 就是我跟你那种的军事, 指挥和控制方面, 我和你合作, 一来我可以增加我基本上那种的军事训练水平, 未来是我可以再得到一些真正的得到一些军事训练的保障。 所以在这方面, 你看马来西亚它所持的态度就是, 它不像菲律宾一样, 它是跟哪一个国家都会搞好关系, 跟美国也会搞好关系, 跟中国也会搞好关系, 不会都一致的去依靠另外的一个国家是吗? 对, 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 又说一个历史评论是, 在这个顿拉尔德的时代的时候, 马来西亚就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 在这个不结盟运动的时候, 马来西亚这个承诺是蛮强大, 所以我不会去靠向另外任何一边, 就是说我不靠, 我不选边站, 所以这个真的持续到今天了, 所以我不会去德国, 我也不会去德国, 但是他加入这个PTS的时候, 是不是又向美国那边再靠近了一些些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那种影响, 但是这个马来西亚还不会做这种实际上的承诺, 毕竟的时候, 我没有承诺说是, 我还提供我的军事资源来支助这个美国, 我没有说的是, 让这个美国全面的使用马来西亚的基地, 也没有这样的承诺, 只是说是可能在那种训练, 或者是那样指挥和共识方面的时候, 我们有进行一些合作而已, 所以在这方面, 我有跟这个中国透露一个很大优胜的信息了, 就是说是我没有全面拥抱美国, 然后另外一点是, 其实马来西亚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马来西亚去, 那个纳迪他去那个中国访问的时候, 那个马来西亚宣布会向中国购买地理工那个防空投档, 这个也透露一个很大的信息, 说的是, 现在如果对中国没有完全认得信任的我了, 一个国家是不会跟你购买物体的, 所以这方面可能马来西亚在, 其实在安抚中国, 我马来西亚还是对你有信任的, 之前我们也同一个报道, 不只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报道就是说, 美国都有部分的官员说了, 说想在马来西亚沙巴县一个军事基地, 然后当时就遭到了, 就是我国的一些政府, 包括西山木甸的一个否认, 嗯, 其实是那个美国想要在这个马来西亚建立军事基地, 这个已经是很多人的想法了, 这个不单是在那个沙巴, 甚至在那个马六甲海峡, 美国德军提出了很多这种的要求, 就是说是, 我愿意派兵驻守在马六甲海峡, 或者是在沙巴, 来与美国就是维护你们马来西亚的安全和这个区域, 那种的海域那种的安全, 但是每次都被马来西亚的拒绝, 因为马来西亚不想要选择, 但是马来西亚接受了一些那个美国的要求, 就是说的是, 马来西亚允许美国在沙巴建立的一些雷达监视站, 在那个数年前的时候有建立的九个雷达监视站, 当时的名字是那种的海上的恐怖分子, 海上的海盗, 所以马来西亚接受了, 但是是对于这个接受美军, 真正驻守在那个马来西亚的本土上, 马来西亚的态度应该是不会要接受的, 也就是现在在沙巴的地方上有九个, 刚才你说九个雷达的监控站是美国建的, 对, 负责监控的, 对, 这是美国出资, 然后美国的技术建的已经建好了, 但是马来西亚是不会允许美军私兵进来, 但是对于这种, 我们叫做capacity building, 马来西亚的态度应该是属于台方的, 这方面其实也是比较有利于,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因为你看如果是雷达监控的话, 一旦有一些非法的船只和非法的军舰, 就包括像中国的假如说了, 就监测到这些类似的一些信息和消息的之后, 它不仅仅马来西亚是知道这个讯息和资讯的, 同时美国也是知道这个讯息和资讯的, 嗯, 对, 所以可以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是吗? 那个雷达监视站它不是监视那种所谓的, 很长沉的那种所谓的, 它主要是监视那种一般那种的海面上, 有那种小型的船只, 还有那种那种的, 不会很远的距离的啦, 当时这个马来西亚和那个美国进行这方面的合作的时候, 你甚至请求这个东西不会拿来用, 针对第三个国家啦, 而这个, 当时他们的顾虑, 反而更多的是那个阿布萨亚夫, 更多的是那些那种当地的恐怖组织, 还有当地的王家组织, 所以那个对于中国, 中国对这个计划那种的顾虑也不是很强大啦, 如果马来西亚允许美国在这个沙巴建立一个长城美大监视计划, 可能才会更加大的顾虑啦, 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 它主要的目的不是针对第三个国家, 那美国做这件事情的利益点又在哪里呢? 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来帮你监护这个海域上面的安全呢? 其实一个考虑点是阿布萨亚夫啦, 其实向来是那个美国所顾虑的一个恐怖组织来的, 毕竟在过去的时候, 这个美国都有参与这个打击阿布萨亚夫, 还有当地菲律宾恐怖组织的一些活动, 而这个菲律宾南部他们的那种武装那种斗争, 也是那个菲律宾他一直面对安全的困境, 所以他主要是帮菲律宾渡过说, 其实要帮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因为这是跨国境那种的安全那种武装斗争, 因为很多那种武器的走势, 那种的人员那种的走势都好, 都是有跨国的现象的, 所以当时美国的上一盘就说是, 我寻求甚至是印尼的帮忙, 来监视这个菲律宾南部他们的武装, 终止他们的状态的。 那同时你看就是越南, 越南他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他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他跟美国的关系曾经其实也是有过战争的, 那么现在越南的主要的态度, 他和马来西亚的态度是一样的, 还是和菲律宾的态度是一样的? 这个越南日本人还是日本人, 完全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有不同的双判, 完全全不一样的。 他当然是有一个原则是永远不一变的, 就是说是永远没有永远的朋友, 或者对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是一个真理的, 但是他在做这种的基础的时候, 所以越南的双判是, 我在这个国力上比不上中国, 所以我现在需要寻求外来的援助, 但是这个越南的政府又需要中国的支持, 怎么说呢? 越南和中国一样, 都是属于共产主义政策, 这个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所剩五级了, 就是剩下中国、越南、朝鲜、 那个辽国和那个古巴, 如果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 这个越南这个共产政府可能早已经保护很久了, 为什么? 他很多在这个资政方面的经验, 他没有, 在这个行政方面的那种的改革方面, 他也没有, 中国之前改革开发很多的经验, 已经被那个越南使用了, 而这个越南共产政府, 它的那个存在, 其实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帮助, 因为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政府, 互相的那个存在和资源是非常重要, 如果那一天这个越南共产政府的倒台, 意味着世界上就少了另外一个共产政府, 所以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来的, 所以他政治上需要依靠中国是吗? 所以对, 在这方面的时候, 这个越南它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它需要依靠中国, 而中国又需要越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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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利益的算盘, 对于相对于这个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来说, 这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无法想象的道路这个东西来的。 这个无法想象的东西, 它究竟能够产生怎样的不同点? 或中国对待这几个国家的不同点? 当然这个越南, 它是国内的局势, 也改变很大的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 之前前一阵子有越南有很多知识分子, 还有那种的那种的知识分子, 他们有联署一个文件, 一个信函, 据说是如果人民不要共产主义,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了, 走向民主吧。 但是在越南里面, 对这个越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这个公开件, 这个联署应该有超过百多人的联署, 而这个对于越南来说, 如果这意味着我放弃共产政府, 主义, 然后走向民主, 全面的拥抱西方那种的价值吧。 对中国来说是, 它就会永远失去了, 这个它南方的一个缓冲区, 所谓的缓冲区就是, 我的南方不会有任何一个清美, 或者是清西方那种的主义, 那个政府的存在, 但是如果越南出现那种改变, 中国会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状况, 据说是, 我的邻国就成为一个清美, 或者是清西方的一个国家, 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来的。 现在中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 去做这件事, 或者减缓这样子的一个清美局势呢? 所以中国只有两个选择吧, 继续支持越南政府, 或者是, 您真正看着这个越南政府出现, 自我改革, 成为一个抛弃的共产主义的政府, 拥抱西方民主体制的那种的政府, 他只有两个选择吧。 所以中国的选择就是说, 就是继续支持越南共产人民。 那么现在越南本身, 越南对于美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越南对这个美国态度就是, 有点模仁两可啦, 就是说是, 他曾经对越南带来很大量的痛苦, 但是这个痛苦已经是过去了, 已经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啦。 如果每天再讲一个痛苦, 越南的未来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帮助。 越南所以想需要的是, 既然这个美国是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样的话, 我不能忽视它的力量。 这样不能忽视的话, 这样我将想要利用它的力量, 尽量地使用它的科技、经济和它的那个影响力, 来制衡它北方的邻国。 那是不是其实有一定的矛盾点? 你看过去, 你刚才说到了越南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入侵者, 那其实美国像你刚才说的, 也为越南带来过痛苦, 但是越南可以放下对美国的这种过去的痛苦而转, 而因为它是一个先进国家而投向它的怀抱, 那如果现在中国崛起的时候, 会不会他们也有一天可以放下他们对中国的这种入侵者的仇视, 或者是防备心呢? 中国和美国对越南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永远存在于越南的邻国, 又可以存在继续的一千年, 未来的五千年, 未来的一万年, 继续成为越南的邻国。 就是因为邻国所以会有这个敌意还是会存在是不是? 就是越南会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家长, 继续是存在, 永远的一千年, 未来的一千年, 一万年都好, 如果这个国家继续存在的话啦, 但是美国对那个越南来说, 美国是远在太平洋的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国家来的, 它只是在那个越南, 它真的是侵略了这个越南, 未来它会一直侵略越南,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美国已经不大可能会在一起侵略越南, 既然这样状况的话, 就是说是它和美国的敌对, 只是那么存在过去的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而已, 之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敌对这样的状态啦, 所以它对美国可以释放, 那种的释怀比较容易减半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来说, 是不是菲律宾对待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和马来西亚对待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一致的呢? 就是每个国家基本上都有10%对那种的外来, 外力量的基本上那种的计算和那种的算盘, 而这个美国相对来说, 它远在那种地球的那种, 对于这个本区来说, 其实是一个优势啦, 怎么说呢? 因为它对于本区它没有领土的野性, 没有对于本区没有天然资源的野性, 所以马来西亚也好, 菲律宾也好, 越南也好, 比较容易接受美国的存在, 多过也接受这个中国的存在。 所以它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的。 另外一方面, 你看中国这方面, 它对于资源的占有欲是很强的, 那么它对资源占有欲很强, 它也是对于南中沟海这些海域里, 底下的这些天然资源, 也保持着一个很垂帘三尺的态度,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会不会真的为了这些资源给这些国家动补呢? 这个就大家都很难去估计啦, 未来的局势是怎么走啦, 不如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说是, 中国对于天然资源的那种的野性是非常的非常强大, 但是中国对于这个南中国海的那种的天然气和有那个, 石油的开采反而没有这么热衷, 怎么说呢? 如果对于这个天然, 这本区域那种油气质源非常热衷的话, 它早一天还过去已经开采了, 但是直到今天, 中国还没有从这个南中国海开采, 任何一地石油或者天然气都不曾开采过, 所以它这本, 这个中国这本身对这个东南亚, 它还是存有, 就是说是和平解决那种的状态, 它就说是以最和平, 那是联合开发那种的状态来解决问题的, 只不过就是它, 但是它对于天然气源的野性, 它还是无法降低要的需求, 所以现在还是不能够预计一下, 未来会产生怎样的状况, 对, 不过我相信中国还是会有一些顾虑, 因为如果它对日本区域国家采取动物的那种行为, 它就永久制造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是它的邻国, 而且是永远存在它的特别, 所以目前或许它对这个南海方面的这个石油等等, 它们目前为止看到中国随着在汽油涨地跌价的时候, 它已经在进行一些全球扫货了, 但是如果或许现在还没有到的这个燃眉知己, 但如果到有一天, 当地球上的这个资源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 就可能就说不定会有用其他的手段去获取这些资源了, 也不能排除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中国它基本上也有基本上的双盘就算是, 除了天然气和石油之外, 中国在开拓着那些可再生能源, 甚至包括赫子能源, 所以中国这样的赫子能源的投资是, 我相信全世界是数一数二那种的状态, 甚至是中国那种的蚕额那种的登月计划, 它都有其中一个更大的战略的目标, 就是说是, 月球上它有丰富那种的荷聚变的资源, 当时这个中国在落实这个蚕额计划的时候, 中国也不隐瞒说, 未来可能是当荷聚变计划成为一个现实的时候, 我可以从那个月球把那个荷聚变的资源排财, 然后就是带回去地球上, 所以中国对象的安排是非常的长远, 它不会只是依靠天然气和石油的, 毕竟石油和天然气总会有用完的一天是吧? 对, 那你看这方面, 我讨论完中国之后, 你看一下美国, 美国它对于东南亚, 或者对于南中国海, 它看中的是什么? 它是想制衡中国呢, 还是想也是获得这些资源? 美国它那个当大战略就是说是围堵, 虽然它直到今天还是否认它在围堵中国, 但是这个根本的是自欺欺人的, 所以美国在进行的围堵战略的时候, 它就需要寻找那种的利脚点, 所以东南亚是一个很强大的利脚点, 但是这些围堵的这些国家都是好像力量比较少一点的, 是吧? 小一点的? 其实没办法, 就算是皇老这个中国, 就算它利用了这些小国围堵着中国, 但是这些小国的力量还是不成气候的是吧? 也不会啦, 这个越南它本身都有蛮强大的军事资源, 还有那个讲述印度的那个, 日本都好, 都是有强大的军事资源的。 好, 所以是用军事资源去形成一种压力, 给中国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是吗? 对。 好, 今天谢谢中华, 中华用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爱你, 在我们的诚堂的时间。 谢谢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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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政策跟策略, 要怎么去制衡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大国跟大国之间的一个博弈了, 是吧? 那小国呢, 只能当成是一个棋子, 像刚才说, 如果美国是把这个, 我们这个东南亚的国家用来围堵中国的, 其实也变成只能是一个棋子了, 是吧? 嗯, 但是在本国的人内部的心当中, 也许小国也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嘛, 毕竟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也养活着, 你就像马来西亚, 我们也养活了2800万人口的人民呢, 在这个国家里, 我们也需要为这些人民去着想, 那么去为我们的国家去着想, 为人民去着想, 我们应该实行怎样的外交政策的策略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中庸的平衡的一个政策, 去实施我们的一个外交政策, 这样子的话, 才是一个国家生存的长久之计啊, 那个就是小国只能做的一件事情了, 再不然如果像是仿效的越南, 或者像菲律宾呢, 虽然他们走的不是中庸之道的, 但他们有一个强国在背后撑腰, 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长久之计呢? 如果有一天美国出了什么事, 他就把他的脚给抽出来, 一些东西都把它收回了, 那个时候那可能失去了一边的力量了之后, 就变得说他的下场就会变得不太好。 刚才中华也说嘛,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完全百分之百的相信,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危机的时候, 当时美国还承认, 还在北约组织的时候, 还信口淡淡的说, 我们要保护乌克兰内部的一个局势和安全, 到最后呢, 还是两个地区分离出去了, 美国也看着, 做着看着也不能够保护些什么,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我们要以中英的生存之道发展我们未来的国家。 是, 还是要靠自己保护自己最重要了。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